当天 数百民众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聚集 手持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武器无法创造和平等标语 要求美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游行队伍穿越市中心 谴责北约肆意挑起战争 向民众传递和平呼声 德国政府近日公布的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清单显示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还有一些德国政客呼吁德国政府 向乌克兰提供射程更远的金牛座巡航导弹 美西方提供的武器不断升级 引起抗议者的强烈担忧 我们不承认德国政府 把强烈的武器送入热战争 因为武器不断生气 他们只会继续和增加人的疾病 我们希望德国在乌克兰提供 抗议者的抗议者的抗议者 和禁止重用武器 数百名德国民众在杜塞尔多福斯中心 举行抗议示威 谴责北约和美西方政府 不断拖后俄乌冲突 导致冲突愈演愈烈 矿日持久 而近期的德国经济数据显示 德国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外议效应还在持续 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也将继续下去 由于欧盟对俄罗斯施加了严厉的制裁 其中包括禁运廉价的天然气 导致德国出现严重的能源危机 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2023年二季度 德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调查显示 德国企业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 德国经济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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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